每位受限殴打司机Macchio等人呢 是连番的送花 希望能够表达歉意 但是遭到拒绝 竞技公司现在的营运也几乎停板 拿出三张照片 律师说这三大树花 都是Macchio 鸭子和香茵 为了表达歉意送给问奖的 但却都被通通退回 拒收 花店送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请公关室帮忙带转 可是公关室 他是说家属不愿意收 今天中午送过去 送过去一样 巨花店讲是说 他们有送到病房 可是家林先生本人 他就拒收 每一树花上面都附着一张大卡片 写着早日康复四个大字 右下方再写上Macchio 鸭子和香茵的名字 律师说三人连续送了两天 六树花总金一万八千元 还是没被接受 后续的该送的水果或者是营养品 我们都会继续去做了 这些殴打问奖事件 Macchio 鸭子和香茵三姐妹 不只要面临官司 接受司法判决 现在这把火也一路延杀到了经纪公司 除了被外界炮轰 没有危机处理能力 员工也全都落跑 整个办公室空荡荡 只剩下股东 公司急忙上网真人 旗下的艺人何嘉文 吴文轩 真利 更是不满公司无规话 也都不愿再需约 另外原本三人过年前录好的存档 四个综艺节目也被连累惨赔 初步估计 电视台至少损失 一两百万元 喝醉酒 欧打问奖 三姐妹闹出的风波 不止连累家属 现在就连经纪公司 也呈现鸟兽散的状况 员工一人纷纷落跑 一连串有如排山倒海的事件发生 口罢让这三姐妹后悔不已 最不当初 TV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